听众子们平安 我们思想 什么叫做福气呢 是有钱吗 是健康吗 是聪明吗 创世纪第五章 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在人眼中的福气 就是住豪宅 吃美食 并且会读书 会赚钱 这个是福气 没有错 这是福气 但我们却发现 创世纪第五章告诉我们 不管人在地上 有多大的岁数 活了九百多岁 多高的成就 多大的掌声 人都要面对 同样一个大危机是 死亡 这是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犯罪 第四章 该隐犯罪以后 人无法逃避的真相 跟事实 人无法逃避 更无力承担 人必须面对死亡 而我们有没有盼望 是有的 这一章我们看到 有一个人 他的寿命 只有三百多岁 比起他的 同时代的人 只有三分之一 但他每一天 与神同行 他的名字是 以诺 他经历到 跟神同在一起的 生命与平安 尽管在地上 人看他是 瘦数是短的 但是他的每一天 认识神 活得精彩 并且得享永恒的 平安与生命 这章的要节 就在 以诺 与神同行 神将他取去 他就不再失了 是的 真正的福气 不是在我们 我们在地上 可以拥有多少 而是我们认识神 得享在地 如同在天的 生命喜乐 并且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跟神同在 美得无比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 与神同行 让我们得着主的安慰 也把安慰盼望 带给身边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